鸭犬战争 可以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共同的梦魇 因为从1840年之后 我们就丧失了唯我独村的威仪 再也找不到万邦来朝的圣经 1839年的秋天 远在伦敦的英国外相巴麦尊 收到了两封来自东方古国的信件 一封是来自英国驻华商务天都义律 关于虎门硝烟 和殷商在清受到不平等待遇的报告 而另一封是大清首任钦差大臣 林泽徐发出的《遇英国国王书》 当这位对华历史评价为野蛮与扩张的英国外相 细心品味过信件内容后 当即表示 对付清政府的唯一办法 就是先揍他一顿 然后再做解释 巴麦尊并不知道林泽徐的这封信 寄到英国其实很不容易 因为按照大清惯例 凡皇帝遇旨涉及外国人的 一般由总督巡抚连贤召会该国王 而林泽徐敢于私自向英王宣布御令 已属于特事特办 这在大清的历史上相当罕见 林泽徐也没有料到他自争巨拙的御令 不仅没有彰显大清的黄黄天威 反而把天朝落后的印记 暴露在了欧洲列强面前 御令中用了大量的篇幅 送扬清朝皇帝 宏为我大皇帝夫随中外 一世同源 利则与天下公之 亥则为天下去之 盖以天地之心为心意 从今天的观点来看 这封御令的诉求极不清晰 可以想象这样的信函 最后一定会被英国政府拒收 因为没有人能够接受他的任何说教 但这封御令却被泰伍士报全文刊登了出来 成为当时英国人下午茶时 取乐的笑料 美国学者特拉维斯·黑尼斯三世 和弗兰克·萨奈罗 在《鸦片战争 一个帝国的沉迷 和另一个帝国的堕落》一书中 对此信评价说 林钦差苍白的语言 无力地威胁 看起来非常可笑 这次事件被搬上了舞台 成为流行的喜剧 然而这样的笑料和娱乐 并不能平息伦敦商界的怒火 巴迈尊迫于殷商们的压力 加快了教训大清的步伐 9月23日 巴迈尊致书首相麦尔本 提出让清政府道歉赔偿 与打开大清沿海贸易等六点问题 并将伦敦98家商人的上书交予内阁 将殷商反应问题代交政府办理 在华英商认为 在以前一切的断绝通商关系中 没有一次像现在这样的 对英乔如此普遍的四行蛮横侵犯人权 迫于民众的压力 英国政府由下一月到上一月 再到内阁会议 每天都围绕着是否出兵 出兵目的及鸦片赔偿等问题 展开激烈讨论 在长达几个月的辩论中 有一位议员的言论 十分引人注意 他就是号称中国通的萧斯当东 在他十二岁的时候 就随马格尔尼伯爵出使大清 正是因为他两次出使大清 又在中国待了十几年 其话语的含清量 受到议会极高的重视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 借个中国通的话 却对大清极为不利 他说我们进行鸦片贸易 是否违反了国际法呢 没有 当梁广总督用他自己的船 运送毒品时 没有人会对外国人 也做同样的事感到惊讶 尽管令人遗憾 但我还是认为 这场战争是正义的 并且也是必要的 更令人感到讽刺的是 萧斯当东说出这些话的时候 身上仍然佩戴着乾隆皇帝 亲手赐予的荷包 最终 此次辩论的投票结果 以271票对262票 通过了对华用兵军费案 和殷商在中国的损失 需达到满足的赔偿的决议 区区酒票之差的结果 决定了大清的命运 正如剑桥中国晚清实理所言 这并不足以安慰相距半个地球之远的清朝 于是一支舰队 从大西洋的东岸 开往了太平洋的西岸 与此同时 千里之外的香港九龙 中英双方已经开火了 在海上漂流的异律 带领五支英船 来到九龙投地禀书 要求供应淡水和生活必需品 并要求清朝官兵不要在水里投毒 但是当地官员拒绝接受禀帖 一律无奈通告当地政府 如果下午之前得不到答复 将击沉任何出现在他面前的中国船只 一律 想要的回复 并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于是在九龙附近 开始了中英双方的第一次冲突 有意思的是 中英双方对于首次冲突的战报 反差这种无厘头的战争方式 其实一直贯穿了中国古代所有朝代的战事 英军接着继续北上 直逼天津大孤口 面对逼近荆棘的炮口 道光皇帝仍旧不以为意 因为他坚信天津固若金汤 他甚至命令直立总督齐善 因以地所交书信 该不接收 不过定海的失守 对于道光来说 还是难以接受 他下旨斥责浙江官员 养尊处优 行铜木偶 对于深知中国官场的林泽徐来说 定海的失守 让他预感到 可能会最终影响到自己 于是 他立刻给道光上了一个 英传去定海拟用民众杀敌骗 向道光提出收复定海的方案 这个方案的特色 在于幼时 膝盖不会弯曲的英军上岸 从而可以使其陷入定海的 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 林泽徐摆密一书的是 在定海失陷之后 广东方面节节胜利的战报 仍然频频传到道光皇帝手中 对于熟知中国历史的清朝皇帝来说 大臣冒功勤赏不是什么新鲜的戏码 只不过与无损朝廷面子时 皇帝往往会默许这样的举动 但当朝廷威仪已经被损害时 这种做法就很容易遭到劫难 面对定海的失守 道光皇帝 显然很难再与林泽徐 共同扮演心有灵犀的好戏了 1840年8月21日 道光下狱斥责林泽徐 外而断绝通商并未断绝 内而查拿犯法亦不能尽 无非空言堂塞 不但终无实际 翻生出许多波澜 师资赫慎愤猛 看入一何词对正也 林泽徐根本不会想到 其实浮夸风格的战报 才是自己离职的罪魁祸首 林泽徐被皇帝 喝斥的消息传到广州 那些早对其清廉姿态 弄得不堪其烦的广州官员 纷纷上折负义 终于1840年9月28日 道光以误国并明 办理不善的罪名 下旨将林泽徐革职 其后流放新疆 后来太平天国起誓 清朝再次启用林泽徐 平定太平军 但在上任的途中 林泽徐因病而亡 应该说林泽徐的死亡 让后世的史家 大输了一口气 因为被誉为民族英雄的林泽徐 如果手上将有农民起义军的鲜血 是一件很难自圆其说的事 由于林泽徐的阴建不远 让清朝的其他大臣 立即进入了空前务实的状态 1840年8月6日 直立总督齐善 上走道光皇帝 号称固若金汤的天津大孤口的防备 其实徒有其表 面对真实的情况 道光无奈之下 慌忙交代 如果英军进入港口 不要随意开跑 需将其地所交的信件进城 接到御址的齐善 也立即赶往大孤口 与义律进行了六个小时的会谈后 确定双方在广州举行合议 就这样 直逼大清心脏的英军 回到了广州 而齐善成为林泽徐之后 第二个被派往广东的钦差大臣 只不过他和林泽徐到广东 的使命完全不同 有意思的是 英军撤军回到广州 道光皇帝 居然认为是自己 外交策略上的一大胜利 他自我表扬道 是我伴里得手之机 岂非骗言骗直 远胜十万之师爷 11月29日 齐善到达广州 12月4日 正式接任梁广总督 随即中英谈判开始 然而英方的要求 大大超过了道光和齐善的预料 不仅有烟价的赔款 还要清朝割地 因为林泽徐的围攻商管 以及断水断粮 让英国人总觉得自己 在大清没有安全感 希望可以像葡萄牙那样 有一个自制的地盘 齐善一方面 受到大清与道光的愚蠢制约 一方面又认识到 双方实力 双方实力